另外公路局斯滑改工程处 依照了台九線安全景觀大道拓寬計畫 以及評估現況交通後 將玉里大橋南端與193線道T字路口 設計圓環設施 地方是痛批 反而是危險加劇 因此陳情建議改以立體高價安全分流 而斯滑改工程处上午 與地方召開說明會評估表示 不做圓環 改以平面交叉道路 曹化線與耗製引到車流 不過地方不買單 怒嗆不排除抗爭 爭取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設施 台九線玉里大橋南端 要做成圓環設施 經過地方澄清反映 公路局斯滑改工程处 重散如流 也特別召開了這一場說明會 向民眾說明 將改以平面交叉道路 曹化線與耗製引導車流 來替代 在地民眾則建議 改以立體高價方式 來安全分流 這兩個圓環呢 因為當初設計的時候 已經就是有考慮到說 都會區的 都會區的 因為我們是景觀曼國 但後來發現實際上的話 是因為這個圓環 實際的對交通的運作 是有它的影響 那基於地方的 地方的民眾的反應 是希望說這個圓環 能夠再做一個 在施工前再做一個考慮 所以說我們重新再檢討以後 現有的車流量跟交通狀況 那可能就是我們把圓環改成潮化的方式 也就是說沒有這個圓環的部分 可能就是暫時就取消了 然後就用它的那個潮化方式來 讓車流更順暢 來提升它的安全性 是做延環 可是我們的里民 193線很多的里民 認為那是非常不安全 因為那個路段本來就是 很容易出車禍的地方 可是你如果是做延環 更容易出車禍 而且你說時速也太低了 25公里真的是太低太低 我們的數據是說做立體化 就是說我們預理回 要轉193線的時候 能用高架的方式 然後193線要到台東的時候 要用高架的方式 其他的平面就是 就是一般是就是要立體化 不做圓環 改以潮化線引導分流 地方認為與線況 路口交通環境並無差別 積極提議改以立體高架方式 未來能與花東快交通建設接軌 雙方熱烈討論 你立體交叉條上下的長動 那它的用地 市地是比現在很大 那再說它的交通量 可能它的交叉會比現在的平面 平面的交叉會更為複雜 那你可能上下查到 都有點走錯 那可能就是 對現在的交通量來說 是沒有一個必要的 我覺得有人 這樣的設計 本來就是要長遠的考量 要對10年20年30年以後的設計設計 你們目前的設計是 這是針對目前現在的 整個換算不換用 蘇花改工程處強調說明指出 該區腹地小 並且未如台九線東里高架道路一樣 必須穿越鐵路 再者評估該路口整年 車流量變化不大等等的因素 認為不用牛刀割機大財小用 不過對此地方則是不買單 大家說不是你不做他們的意思 而是條件受限了 還是說可以做 然後回去準備好之後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設計好了這個過程 你再告訴我們 你現在是在強奸我們 你就這樣設計好了 都不聽我們在地居民的需求 你就這樣補救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什麼意思呢 你這樣把我們找過來開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就要這樣做 若不需求的話 我們就走不起來通勤 我們要求是我們要我們立體的交流道 不行的話我們就要看分 我這樣不是說真的 刪除台九線玉里大橋南端路口 圓環設施的設計 蘇花改工程處面對地方提出 以立體高架道路取代平面道路的要求 由於涉及問題眾多繁雜 也將帶回研議 對於設置立體高架道路的堅持 地方民眾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則怒嗆不排除進行抗爭 爭取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設施 記者史玉蘭玉里鎮採訪報導